大家好我是在韩中国的战略刀斧 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一块分享我看这个电影的经历了 今天我看了这个韩国的音乐剧电影英雄啊 他是讲了这个安仲坤 在这个中国哈尔滨刺杀日本天皇这么一个事件的啊 这个电影是非常这个 怎么说呢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剧 但是整个电影看下来也确实是这么沉重 那开场的时候音乐响起成这个 整个音乐的感觉就已经非常非常沉重了 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都在一个雪景之地 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前行 独自一个人前行让我想起了这个悲惨世界的 那个感觉 悲惨世界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音乐响起了 然后争扎上抗争的这种力量啊 非常非常的棒吧应该说 非常非常的棒 首先就是音乐响起就打动了我 让我接下来先看这段历史 其实这段历史跟中国并无相关 但是在韩国生活这么多年 然后也特别想看一下这个韩国导演是如何拍这种主旋律电影的啊 整个电影看下来之后 我们讲到就是 现场的人并不是很多啊 不是很多我目测了一下 差不多有十几个人吧 但我住在这个首尔京郊的这个金普的一个小的西级币电影 那十几个人整个看完电影都非常沉重啊 而且看电影的过程当中 我已经把音乐听到有些人的这个哭声啊 那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对的啊 历史的沉重 包括音乐 包括演员的精彩表演啊 确实打动了我们 打动了我们 不管从这个场景的设计 包括这个故事的啊 改编吧 都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 比较完整 我觉得超越了我作为导演的这种啊 思维模式啊 我没想到啊 他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达的啊 然后在整个影片结尾的时候啊 其实很多人都是带着这种沉重的心情离开电影院啊 那音乐也听到 有些陈家人来一起看电影的啊 爸爸跟自己的孩子讲述的曾经的这段历史啊 包括他们一步步走向独立的 这种韩国的一段历史啊 我觉得这种主旋律可能更好吧 也希望我们在未来 啊 如果电影的剧院 也可以看到类似于这种主旋律的电影啊 因为啊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啊 意义 可以 可以改变 可以改变 一代人吧 一代这种精神的力量 我觉得啊 可以改变很多 可以改变很多 让我们更喜欢电影 更热爱自己的祖国 更珍惜我们现在当下的生活啊 这是我整个看完影片的所有感受啊 因为我特别着急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 所以今天这个录音是在外面录的啊 可能有一点点嘈杂 但是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 好吧 那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记得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那我这样 期待下次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看电影的感受啊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感受 并不要 怎么说呢 恰饭啊 好 那我是贾汉中国的热道夫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